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频道 今集讲下宣统三年大青银币长素6LM28 这个币是很多假币的 我们去淘宝看看 我们打中国金银币目录 我就有这本 我打算买这本新书 298元人民币 以前的人买这本 出了这本之外 都很久没有出过新书 现在想买这本 这本书是出版写出的 我就去这个网站 查一查有没有这本新书 我去这个sstp.cn 的网站 然后就适当搜寻一本书 再打回这个机制金银币 再搜寻 发觉搜寻不了 可能网站没有更新 只是求真相 顺便塗一塗 那看它的盒子 嗯 不错的 都算是合格 以上的了 大小的适中 我想它是为了方便 大家携带的时候 就这样放在包裹里面 就不用太大 那我慢慢地 剪开它先 看看 剪开它 它表层包得很好 算是不错的了 硬皮的 撕开它之后 再看一看 纸质 看一看 都够厚的了 那你会见到 由No.1 一直开始数下去 一个一个No.1 加上去 这本书呢 是一个很出名 一个人叫做 林国明先生 编著的 在钱币架 是十分之出名的人 他这个编著 可以帮助到 我们收藏钱币的时候 就好像一本字典 每个币 就有自己独立的No.1 811 那我们就可以有效地 指定一个钱币的No.1 那就不会乱了 很清楚 我建议有兴趣的 就买一本来看看 380港元左右 年运费 在成天网站 打长骚龙 search 你会见到 一堆的长骚龙 这本书怎么用呢 譬如你去任何一个网站 你会见到 有个叫LM number 好像这个例子 那你见到28 那你拿起本书 一揭 揭开 然后 一对对对对 28号 那你就找到那个币了 那看下个样子 再看下个下面 附近的 有个28A 都是长骚龙 你下面看到30 变成短骚龙 那就是说 长骚龙有多少个版本呢 就是有3个 那下面呢 就有很多以前的拍卖价 那你就知道怎么样了 那收藏钱币呢 我都曾经考虑过 买这些这样的放大镜 然后帮到电脑 那其实呢 不需要的 那就买一个小小的放大镜 这个9倍放大镜 赛斯放大镜 赛斯牌子 很小小 有个孔 穿条绳 就可以方便携带 对了 喜欢呢 就揭开来 勾住 那你都好似 这个外国人 夹住个头 有这些这样的model 如果你是够专业的话 那我们不用了 我们不用买这一类 那么厉害的 放大镜 我买这个赛斯镜 那时呢 都1400元 港元的年运费 这个赛斯镜 都成1038元 半年前 现在呢 就已经去到差不多2000元 那你淘寶 其实都 有可能会搜索得到的 那你看看你 你敢不敢买 那看下去 会是怎样的呢 就是拍在你的头 即是把这个赛斯镜 拍在你的头 然后呢 就很定当的 手就黏着头 然后就看你的币 在有光源的情况下 你就会见到很清楚 那拍摄 当然是会差一点 因为我这样对着 对着 对着镜头 拍摄呢 就差一点点的 那你可以很细緻地看 你的币 究竟 哪一块 刺针 哪一块 就很假 那你会很清楚地看得到 它每一个细緻了 你说 都没什么用 就这么看都看得到 那 那当然是 是有用人你才买 如果不是那些 鑑证行 怎么个个都 有这样的放大镜呢 那你有兴趣才买 没兴趣 就没兴趣 我就觉得 如果你想着 长期玩的 放大镜 始终都可以买的了 这个长骚龙呢 就在务币造币厂那里做的 这里香港 上海 这个就是造币厂了 造币厂在哪里来的呢 在北京下面 为什么不在北京呢 因为天津就近水 和有煤在附近 因为这样 才会在天津那里做的 造币厂呢 就在这个中山路那里 那务币厂就在这里 左下角呢 就是以前的照片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看一下 门口 现在 就是这样的 在以前的建筑来说 这里也算是这样 不错的 看下去 都宏伟的 有30,916平方米 那么大 看 都漂亮的 有机会 你去看看 承軒 承軒网站 我打一场solo search 你会见到 六百七十多万人民币 你击下去search 他这个网站下面 会列出很多 这个币有关的资讯 其中呢 会打个币的 number LM28 你查回刚才那本书 那你用回 刚刚买了那本 机制金人币 那本书 下面有个PCGS 的 number 然后 你在这里打回 那个PCGS 的 number 在这个 LM28 其中一个版面 的 number 就是172020 那你会见到 拍卖的数个是在这里的 那你会见到 下面有个 有个叫 五一 下面这个又是叫 LM28 但是它是属于 五一三三三四四 这个版别的 你会见到 它们的拍卖价 有不同 那你会觉得 啊 下面这个版别呢 就 拍卖价 贵一些 似乎 是 是 是值钱一点的 但是 你看看这个 600多万 这个100多万 其实呢 在不同时段 的拍卖价 是不同的意思 而已 两者都是一些 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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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 是拍卖的时间不同 大家都是 62级数 但是 这个就是 600多万 因为曾经 拍卖过 600多万 只是一个参考 不是 100分之 100分之 八分之 百分之 8分之 其实 能够拍卖 所以才知道 那么 你看到 这个币 叫做LM28 Pointer Pettles 我们刚才看过 本书 有三个版别 分别是 28 28A 和29 你会见到 左边这个 没有中间那么漂亮 虽然是低分一些 看下去的圖片會比較容易 你會見到7點這個位置有列痕 這是這個幣的特徵 LM28的特徵 它亦都叫做大字板 因為它大青銀幣這四個字就特別大一點 其他你留意一下那些字點寫 看看和你的幣的分別有多大 大字板這個龍頭 龍頭就給人感覺是老一些 這兩片鬚長到一字旁邊 一字的底部 看看龍身是否和你的幣一樣 這個又是同一個版別 但是比較低分 這個就是最高分 但是看下去就很精神 看完LM28 我們看過28A 但是這個A字 PCGS就沒有寫 但是在林國明這本新書 就寫28A 我們講位是陰板 左邊就是陽板 右邊就是陰板 28A就是陰板 你會見到它的花 比較圓 比較圓潤一些 尤其是下面 下面 下面你要看到 從這個陽板有些不同 陽板特別尖 所以叫Pointed 是陰板 就是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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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陰板 就是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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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凹起陰板 而寫比較圓用 圓盡一些 分別就是陰板 就是陰板 那你買回去 首先要看這個花 是陰板 是陰板 還是陽板 你會發現 它的花籃 無論是陽板 陰板 都有兩個花籃 這個29 29 你看一看 29這個位 7點這個位 又是有個裂痕 是個帽 這個帽 因為有裂痕 所以有個 花痕 有個痕 最重要 就是看下 這個花 這個花 這個花籃 你會留意 就是頂上有的 中間 是帽 還有留意 就是 除了這個 它的大青 大字 中間那一片 就是LM28 中間 LM28 LM28 中間 右邊 LM29 我一切都放在這裏 這隻 是我的幣 你再看看 這個幣 如果你之前有留心聽的話 你現在的功力 應該就可以分別到 究竟這個幣是否真的 首先這個幣 你一看 就要決定是LM29 M29 M29 因為花籃 只有一個 它又是德國 然後 再看看其他分別 你看看 $1 $2 不是那個 只是那個L 就已經決定了 一定是假的 大家看真邊 你看 哪有這麼肉酸的 以前那些漂亮很多的 誒 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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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話 你有可能神奇地 可能我的版本 是特別一點 是全世界價錢 只有你有的 哈哈 那你想一下 就好了 現在不拍了一個真幣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LM29 因為這個幣太貴了 在影片的尾部 我放了他們的大特寫 給你們 比較比較 方便 這個就是小字版 small character 下面是沒得撇的 多謝收看 拜拜